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課程 我們會有幾位老師教這個課程 請很多專家來講中國文化遺產 現在聯合國 現在中國不是很流行的 去爭取世界聯合所成為文化遺產 他說什麼 涼茶也是遺產 主要文化遺產有兩種 一種是國際級認可 就是聯合國 一種是中國自己去認可 就是我們中國覺得哪些是文化遺產 是兩樣東西來的國家 所以聽說 譬如說什麼 涼茶申請成為文化遺產 基本上是向中國中央政府去申請 是那樣東西 而不是向聯合國 我們會有幾位老師 講文化遺產的 譬如在制度上怎樣認定 在學術上和文化上怎樣去檢定 還有怎樣去保護 還有怎樣了解文化遺產本身 和文化歷史之間的關係 所以那些課程呢 我們也會有不同的講座 亦都會有六種 我們希望你詳一個回答 阿尼